香港特首梁振英上台之后 社会各方面都不断倒退及严重赤化 一批社运人士连同泛民政党发起一人捐100港元 联署在报章刊登广告要求梁振英下台 环保处决主席谭凯邦 新民主同盟立法会议员范伯威 工党的张超雄议员及学运界人士等人 发起一人100换特首活动 批评梁振英上台一年 从林老师事件的道歉论 到自由行肆虐香港 无论是政治 民生 各方面迅速倒退 赤化严重 因为我们发觉一年的赤化和粗暴融合 是比以往厉害得多 因为我们感受到梁振英是一个内地政府的载体 或者中共的载体 是在香港不断行各样的融合政策 他们计划在梁振英月底放假回港后 在报章刊登联署广告 要求他下台 让梁振英听到港人的怒吼 包括在两份香港报纸 及一份台湾报纸上刊登 有关捐款联署活动将在本月31号截止 他们呼吁市民踊跃支持 新台湾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我就是做不到赤醉杆被人谈可